今天呢 也是大家可以容耗视野很开拓 瓜林 携传右侧 刘若凡 前后两点 瓜林和马丁丝都没能打上 再让就这里给 双边出来 这波进攻应该说从传球的这一下 给到瓜林就传得比较不错 而且瓜林连接拿球以后 到分给右边路的刘若凡 瓜家军 后上再把球电传给了马丁丝 传中进来 莫里诺有身高的优势 而且莫里诺在这样一个位置 这种来球的线路 对于他来说是比较喜欢的 正好在一个后卫的头顶上 莫里诺协传给到右侧 刘若凡 我打了 直接选择上门 打得太正 漂亮 突然一个拉球的人球分过 看看能不能传 马丁丝传进来 哎呦 上门打到什么人身上 这一次立志生发队的反击进攻啊 参与的总共就只有这两个人 对 江志鹏边路过顶直传 还是找这儿喂尿 好大肯定球 哎呀 拉威奇啊 必进球的机会啊 今天双方在禁区点球点附近的这样一个吞射 效率都不高 变成一个二对四 拉威奇呢 赶紧把这球再转移出来 进球外有机会拿人射 后天不上球进了 张承栋 先是江志鹏进球外一脚 势大力尘的远射 造成了李帅的普九脱手 而进球内呢 上海立志生发队边对于第二点完全没有控制住 江志鹏的这脚远射质量极高 什么也看不到 打一个进脚 来看一下这个任意球 距离稍显近了一些 拉威奇回来帮着马斯西拉诺包将 又是生发队拿球 再踢到进阵面 有了 漂亮了 马丁斯 莫雷诺最后的这脚球传的是相当好 传了一个两人之间的线路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 这球 拉威奇 这脚打得漂亮 突如其来啊 整个连接的速度非常快 对 李帅一直盯着居然赶不上这个球速 拉威奇这一下除了我们说射门好以外 跑动的时机相当好 杨纯刚才这一下三连扑 上开 再拨 漂亮 还是不射 马丁斯 终于是 终于是抓了这一次机会 毛健庭这一下来得非常直接 是 走外线以后一拨 顺势左脚马上起脚车门 好的 看这边 刮林 机会来了 漂亮 三比二 转移的这一下 就能够预示到这一次的进攻质量 一定不会差 因为有刮林的停球 有马丁斯的这样一个背套 比车滑的要多了三公里 好的 小半分之内二刮二的配合 有了 漂亮 看一下 毛健庭这一下 二过三的一个配合 而且最后突破这一下还真是挺狠的 这个 这个角度看不清楚 没有完全 对 感觉这个球环没有完全出底 呃 没有完全出底线 最想看的是